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 佳节期间少不了和亲友聚会共享美食 不过关病疫情持续加上外出堂时有人数限制 不少人会选择在家里办聚会 那自己动手煮的DIY圣诞餐盒因此受到欢迎 餐饮业者的外卖订单也比往年春香 就酒店的订单比疫情前增加了四成 那成光聚焦就带你一起了解年底佳节的饮食趋势 把包装剪开 取出牛肉 再涂上盐和撒点胡椒粉就能马上拿去烤 陈俊诚和袁慧敏夫妇俩这一天决定烤牛排 不过由于不常下厨所以需要一点帮忙 第一 我们不会选对的肉 我是觉得像牛肉方面你要选择对的部分 就比较好吃 比较容易煮 第二方面是那个腌制的时候 我们刚才我们做了只是用盐跟胡椒粉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做 但是要达到那个水准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两个办不到 由于不想出门用餐 也不想打包食物回家 更不想大费周章挑选和准备食材 夫妇俩因此订购近来流行的DIY餐盒 里头包含切好和腌好的肉类 只要按步骤加入调味料 就能体验烹调圣诞餐的乐趣 打包有时候它会冷掉 如果我们是现场煮现场吃 其实是热腾腾的 就真的很好吃 就像在餐馆吃这样 这家酒店今年推出六款 让顾客自己动手煮的圣诞餐盒 由于海鲜和肉为主食的圣诞餐 也有本地特色小吃薄饼 至今已卖出二十份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食材真空包装了 然后我们也配搭了一些 不同的这些材料和调味品 让你能够在家里很方便地烹调 如果你去巴沙买的话 你还要买了回去自己洗 自己准备自己去掉一些骨头 我们已经把这些所谓的准备功夫做好了 你只要把盒子打开 把真空包装打开 把调味品放进去 就可以很容易地煮了一道美味佳肴 除了酒店 也有食品公司推出DIY圣诞餐盒 银河时刻想要在家 轻松烹煮圣诞餐的需求 这家食品公司 今年便准备了具异国风味的食品 如碧鲁风味烤鸡 以及墨西哥风味玉鼠鼠 我们用的材料 是我们特地从外国进口的 为了让大家能分享 比较特殊的国际美食 为了让顾客能安心烹调 DIY圣诞餐盒里放有食谱 食材装在不同袋子里 并贴上号码 顾客只需要按照食谱 并跟着号码顺序处理食材 最多40分钟 就能完成一道美味的圣诞佳肴 因为疫情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我们的营业也全面改变为外送服务 觉得这几个月的活动限制 挑战了每一个人的烹饪能力 还有创意 其实这类自己动手煮的餐盒 在大约十年前已经出现 这两年的疫情 再次让他们受到瞩目 然而专家表示 不是每一种食物 都适合包装成这类餐盒 尽管DIY圣诞餐饮是今年圣诞餐趋势的一大亮点 但专家认为这类餐盒在后疫情时代 是否会继续受追捧还是个未直属 无论是售卖 自己也动手煮 或者是已经煮好的食品 外卖已经成为餐饮业者无法忽视的业务 那从数字来看 餐饮业包括外卖的网站 在网上销售 在2019年占了总品业总销量的9% 那2020年则是大幅度的增加到了22% 那过去一年这个需求也保持平稳 在佳节期间外卖订单多 那餐饮业者更是必须打起12分精神 确保外卖服务到位 火鸡 树桐蛋糕 姜饼人小屋 不少酒店发现 疫情让更多人选择在家庆祝佳节 因此纷纷推出适合5到8人的节日套餐 这家酒店的外带订单 就比2019年多了40% 而为了确保食物能准时送到顾客家中 酒店会跟不同业者合作 我们会与食品预计方式 来与我们的预计预计方式 来与我们的预计预计 另一家酒店则加派人手 来应付不断增加的订单 今年我们会聘请多一些员工 甲鸡工来帮我们烹调那些菜肴跟包装 然后我们尽量想要在30分钟前 我们出发的时候去把东西准备好 然后一个小时之内到达客人的家里 酒店今年的订单就比去年增加一倍 但是专家提醒送餐服务带来便利 但如果食品被打翻 或是订单上的某样食品没有送到 都会导致消费者对商家的形象扣分 在联系上的工作上 我做到之前的研究中 有些研究中 是经济转发表达客的 或是订阅商工的 它们会不会忘记 那些研究的研究 也不需要习惯 所以它们一定会判识 这些研究所 那些研究中 没有资本的产品 要承受到他们的产品 就是因为你尽量 有控制的 所以你失去客户的经验 种种不确定因素 也为业者衍生出了一套可参考的标准 像是在包装上 专家认为业者应该多花心思 除了确保食物不溢露和保持品质 包装上印上品牌 也能够为业者增加能见度 今年我们设计一个环保袋 那个环保袋也是当作保温袋 然后可以确保食物的温度和新鲜度 我觉得包装方面也是很重要 怎么样去整理 怎么样把一些我们公司 有在推广的一些酱料 融入进去这些DIY box里面 然后怎么样去包装它 让它在视觉上看上去就很想吃 此外专家也建立餐饮业者 应该想办法更好的分配资源 来应付外卖以及堂食的客人 你可能有经历过这些 有时候你去一个店 可能你会买什么或其他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送货车 来到送货车 然后你会说什么 等一会 什么时候我 他们需要管理好 而实体店接下来 大家也必须慎重考虑开设地点 以银河改变的消费习惯 如果您是一家店银河改变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more the omnichannel so there's going to be different ways that people can get their food and there's also different ways that restaurants can generate revenue so that they can stay in business and do a good job